各位朋友大家好 从中国历史上来看 那些替皇帝干脏活的酷吏 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因为这些人卖力替皇帝干脏活 搞得自己特别脏 天下的人都讨厌他 那么皇帝一看 这些酷吏被天下人所讨厌 成了臭名昭著的人 他也怕自己被弄脏嘛 所以时机一到 他就要抛弃那些酷吏 现在努力替北京干脏活的酷吏 主要有三个人 第一个是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他搞得新疆引起全世界的公愤 遭到西方国家的制裁 那么陈全国的名字 在西方社会也已经成为 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 第二个酷吏就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他是非常卖力配合北京镇压香港的民主 也遭到了西方国家的制裁 林郑月娥也成为西方社会臭名昭著的人物 那么第三个呢 这个就是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在今年中美高层会谈时候呢 杨洁篪当面对美国发飙 喊什么中国人不吃这一套 搞得美国人对杨洁篪极为反感 也就成为北京战狼的一个恶名的代言人 那么陈全国林郑月娥还有杨洁篪 这三个酷吏呢 可以说在世界上真是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了 他们搞到自己这么臭嘛 也就轮到北京要抛弃他们三个人的时候了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在今年年底之际呢 美国之音就写了一篇报道 叫做2021年是中国遭遇十面埋伏的一年 在今年北京在国际上处处碰壁 不仅是受到西方国家各种制裁 连北京冬奥会都遭到了抵制 中国国内的经济情况也是越来越糟糕 那么北京和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对抗 是感到越来越力不从心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北京就想调整外交政策 就想缓和跟西方跟美国的关系 北京要想缓和跟西方美国的关系 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呢 就是把那些西方人非常讨厌的酷吏抛出去 北京让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下台 就让西方人感到北京在新疆问题上有悔改的意思 北京让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 也会让西方人感觉到北京在香港问题上有悔改的意思 北京让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下台 就会让西方感觉到北京在战狼外交方面有悔改的意思 所以北京把这三个酷吏抛出去 能够改善和西方的关系 那他们又何乐而不为呢 我们看北京政权过去的历史就可以看出来 他们在关键的时刻 在危机的时刻 就是要把那些酷吏抛出去 要丢阻宝居 那是毫不手软的 我们先说毛泽东的例子 大家都知道在文革的时候 所谓四人帮 也就是江青 张春桥 王洪文 杨文言 他们替毛泽东当打手 批这个人 揪那个人 几乎得罪了所有的人 但是最后毛泽东却把他们这四个人 四人帮给抛出去 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 1976年1月 当时总理周恩兰去世的时候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六个人 毛泽东 王洪文 邓小平 张春桥 叶剑英和朱德 所以当时人们就普遍认为 这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就是毛泽东死后的接班人名单 就是要让王洪文担任主席 邓小平担任总理 不过到了1976年4月 天安门四五运动之后 邓小平又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这样政治局常委就减为五个人 就是毛泽东 王洪文 张春桥 叶剑英 朱德 所以当时人们就认为 按照当时那个政治局常委的名单 那就应该是王洪文担任主席 张春桥担任总理 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想到 1976年4月邓小平撤职之后 突然增补来了一个名不见经传的 普通的政治局委员 华国锋进入政治局常委 而且还排名在毛泽东之后 是第二名的常委 华国锋还担任了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国务院代总理 这样一来 不仅是王洪文当主席的梦破碎了 张春桥当总理的梦也破碎了 也就是说 毛泽东死后 主席和总理这两个名额 四人帮一个名额都没有 毛泽东这样的安排 明显就是要把四人帮推上死路嘛 如果毛泽东当初安排 王洪文当主席 张春桥当总理 那么后来不管怎么样 就是情况怎么样 有人要想粉碎他们四人帮就很困难了嘛 因为四人帮一个是主席 一个是总理 你要想推翻四人帮 没有任何的权利 成了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 要让四人帮替毛泽东来当替罪羊 据张春桥的女儿回忆说 当宣布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兼国务院代总理的时候 张春桥是躺在床上三天 不吃不喝 想不开 最后张春桥起来说 要做好准备 我们要被抛弃了 后来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 他对毛泽东也是有怨恨的 因为他替毛泽东卖命 当把手当酷吏 最后却被毛泽东狠心抛弃 那毛泽东为什么不让四人帮接班呢 如果说对毛泽东所做的贡献 那四人帮比华国锋 不知道大了多少倍嘛 四人帮对毛泽东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最后没有成为接班人 华国锋基本上没替毛泽东做什么 反而成了毛泽东的接班人 所以让四人帮非常想不开嘛 其实呢 毛泽东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因为他也知道 四人帮替他干了很多张活 名声太臭了 如果毛泽东要让四人帮来接班的话 那将来必然中国要正变的嘛 毛泽东建立这个北京政权 也会轰然垮台 华国锋这个人没有替毛泽东干过什么脏活 所以他的名声也不臭 那么在关键时刻 毛泽东只要找一个名声不臭的人来当接班人 绝不能让一个名声臭名昭著的人当他的接班人 于是毛泽东最后就狠心抛弃 替他卖命干脏活的酷吏死人帮 找了一个名声不臭的华国锋当接班人 事实上 毛泽东这个安排也是挽救了他创建的北京政权 所以到了关键时刻那些酷吏都是要被抛弃的 要丢阻宝具 我们再看1989年天安门事件 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呢 中央政治局常委是五个人 赵紫阳 李鹏 乔石 胡启力和姚依林 其中李鹏是总书记 其中赵紫阳是总书记 李鹏是总理 那么在六四的时候呢 李鹏他是跳得最高出力最大 人们都把李鹏称之为屠夫 所以在赵紫阳辞职之后 人们就认为呢 应该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名第二的李鹏来接替 当中共总书记 因为这个按照常理来说 是应该由李鹏来接替赵紫阳的 可是这个结果又完全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北京突然增补了一个普通的政治局委员江泽民 进入政治局常委接替赵紫阳担任中共总书记 李鹏呢还是担任国务院总理 后来不久 李鹏呢又被新来的副总理朱镕基给架空了 李鹏就成了一个挂名 没有失权的国务院总理了 如果说在六四中对北京政权的贡献 那李鹏比江泽民不知大多少倍吗 那李鹏对北京做了那么大的贡献 最后他没有成为接班人 江泽民对六四也没做什么贡献 反而成为接班人 所以就让李鹏是非常的想不开 邓小平为什么这么安排呢 就是邓小平知道李鹏干了很多脏活 他名声太臭了 如果邓小平要让李鹏接班的话 那北京中共政权就没有办法来摆脱六四的恶名 而江泽民和六四事件基本上没什么关系 名声也不臭 这样就有助于北京来挽回六四这个恶名 所以到了关键时刻 邓小平也要找一个名声不臭的人当接班人 绝不能让一个臭名昭著的人当接班人 所以邓小平也是狠心抛弃了 替他卖命干脏活的库利李鹏 找了一个名声不臭的江泽民来当接班人 这也就是说到了关键时刻 那些臭名昭著的库利都是要被抛弃的 因为人家要丢足老居 那么昨天北京就发布了新疆党委书记 陈全国被撤换的消息 有一些评论认为 说是陈全国今后要进一步升官了 他要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了 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陈全国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库利 在新疆打压维吾尔族的人 已经在世界上引起公愤 被定义为种族灭绝 那么陈全国本人也是因为这个种族灭绝罪 被美国西方国家制裁 那么北京如果让陈全国这样被有种族灭绝 恶名的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 作为中共的最高领导层 来继续领导中国 那么北京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种族灭绝的恶名 那么北京要想摆脱种族灭绝的恶名 就要把陈全国作为替税羊抛出去 让陈全国来担任这个种族灭绝的责任 这样或许就会有一定的效果 所以北京从他们政权的所谓大局出发 那肯定不能让陈全国这样世界上恶名遭住的人 去进入政治局常委 所以陈全国的下场估计和当年李鹏是一样的 给他到全国人大当一个副委员长 然后呢坐冷板凳靠边站就算了 第二个臭名昭著的酷吏就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林郑月娥为北京在香港打压民主 可以说竭尽全力为北京立了大功 也正因为如此呢 林郑月娥也把自己完全搞臭了 现在林郑月娥在香港的支持率极低 有30%的香港人都是给林郑月娥打负分 所以呢 林郑月娥在香港不仅臭名昭著 在全世界也是一个打压民主的臭名昭著的人物 受到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制裁 林郑月娥以为她替北京出了这么大的力 干了这么多脏活 北京就会论功行赏 让她连任香港特首 可是林郑月娥她想错了 这次林郑月娥到北京去述职 并没有得到北京支持她连任的消息 就让林郑月娥自己也感到灰头土脸 心酸的眼泪只好往肚子里面咽 据香港媒体报道 这次林郑月娥到北京来述职 居然受到了习近平设晚宴招待 过去五年林郑月娥每年到北京来述职 从来没有得到过习近平的晚宴招待 那么这一次习近平特别安排晚宴招待林郑月娥 就是对林郑月娥表示一点最后的安抚 等于是向她告别 就是以后不会让林郑月娥连任的 这一次就算是告别晚宴 我们看林郑月娥为北京干了这么多的张活 出了这么大的力 搞得自己臭名昭著 还被美国制裁 最后却被北京一脚踢开 不让她连任了 估计林郑月娥吃完习近平招待她的晚宴 就要哭音在厕所了 前两天习近平在接受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数值的场面又透露出来一个消息 就是另外一个库立中央外事办主任 杨洁篪也已经坐冷板凳靠边站了 这次陪同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的 没有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只有外交部长王毅 可是我们看过去 从2016年开始 过去五年行政月娥 每年到北京向习近平数值的时候 那个陪同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的呢 都是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不是外交部长王毅 也就是说过去五年 都是由杨洁篪来陪同习近平会见林郑月娥 王毅从来没有陪习近平会见过林郑月娥 可是这次突然变了 杨洁篪就不见了 变成王毅来陪习近平见林郑月娥了 这用一般的理由肯定是解释不了的嘛 唯一的理由就是杨洁篪在外交部门 已经是坐轮板凳靠边站了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呢 最近北京的外交工作 基本上都是由王毅出面 杨洁篪基本上看不到他的面了 上一次杨洁篪呢 就是跟美国国务卿会谈的时候 当着美国人的面发飙喊 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要当面教训美国人 这样一来呢 就让美国人非常讨厌杨洁篪 没有哪个外交官愿意和杨洁篪会谈的 而且呢 杨洁篪也作为北京外交战狼的典型 在全世界也是名声臭了 成了一个北京臭名昭著的人 那么现在北京为了改善对美国对西方的外交呢 也要把这个杨洁篪这个臭名昭著的人给抛弃掉 所以我们综合上面说的 努力替北京干脏活的三个酷吏 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 中央外事办主任杨洁篪 现在都要被北京抛弃了 那么他们三个人的结局呢 也应该让很多人再多想一想 去当那种干脏活的酷吏 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好 今天先说到这里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观看我们的频道 希望今后继续得到朋友们的支持和帮助 明天见 明天见